因為他永遠認為 這叫主業 怕要變敗家子 對 我不在做後要養子 我永遠要把它光耀蒙眉 所以這個主業我不能開 我要再增加 所以一直要再賺 賺很多我爸爸要給我兒子 因為父母給我 我要給兒女 我要給孫子 就這樣子要光耀蒙眉 一定要拜 我不要在我的這個時間 就是到我這裡 都要變不去 所以這種人反而來 他雖然是有 但是他不捨得花 有時候叫知知不倦 分秒必正 做什麼事情都一直想要 好好啊 光耀門湄 所以一家人就捨不得花 來 請教周英俊老師 什麼守面相的人 做任何事情都 對 有人說 有人說吃多少 穿多少 真的是煮好好 但是我們會認為說 年輕人也應該要認真 但是也不需要太認真 如果說你做什麼事情 都好像拼命傷難 把自己逼到極限 如果說你讓你自己都生病了 那其實不見得說是賺最多的人 那有的人他凡事都是 開開心心的在工作 一邊工作一邊疑惹 你看他好像好像 像篤玲哥這樣子 好像感覺說 都無所事事 說不定衡量自己的底線 不要逼得很緊 說不定賺最多的就是這種人 所以不見得是把自己逼得最緊 最認真的人是賺最多的人 所以有些時候 好容易放過自己 常常給自己秀秀 最愛自己 對 尤其是要有一句話叫 愛自己 任何時間都要愛自己 因為不愛自己的就是不愛你的身體 你不愛你的身體 你就容易產生疾病 這樣子就不太理想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有一種認真的是 做任何事情都是太認真 這個叫做天仓開闊 天仓開闊的人 通常都是怎樣 主業非常好 那出來就是一定 你一出生就有很多錢 那這整年為什麼要那麼認真 因為他知知不見 因為他永遠認為 這叫主業 怕要變敗家子 對 我不要做了要那種 我永遠要把它光耀蒙媚 所以這個主業我不能開 我還要再增加 所以一直要再賺 賺那麼多我爸爸要給我兒子 因為父母給我 我要給兒女 我要給孫子 就這樣子要光耀蒙媚 一定要敗 我不要在我的這個時間點 就是到我這裡當然變不下去 所以這種人反而來 他雖然是有 但是他不捨得花 他有個叫知知不倦 分秒必正 做什麼事情都一直想要 好好啊 光耀門媚 所以一家人就捨不得花 你會發現有一種很有錢 但是一毛錢都不再花 真的 鐵公子 愛菲兒 愛菲兒 人家有買橘子 跟他買橘子而已 愛菲兒 我們也每天都有吃一顆橘子 你看像演藝圈的那個小梁哥 就是那個演藝圈的Jason哥 他都不買車 然後賺那麼多通告 他去林口錄影 還要我載他 對啊 因為油要錢 對 來 那我們再來看看 第二種就是 鼻樑高挺的人 這種人 叫做 精益求精 再接再厲 這種人永遠會覺得 我一定會再更好 所以我這個不夠 永遠會覺得不夠 因為還有更好的 所以他一定要 站在人家的最前面 什麼事情都要表現最好 他一定要認為說 我一定要是 為什麼太認真 就是一定要想要 站在人家的前面 不想跟著後面走 一定要成為牛頭 不會成為馬尾 所以他就是永遠這種性格 所以這種性格會逼著他 真的會太痛苦了 所以我們覺得說 尤其年輕人我覺得沒關係 但是像我們這樣的年紀 如果你還用這種精神 我覺得五十歲以後 就不要用這種精神 再過生活 因為那個會很痛苦 所以愛自己 再來就是 兩全飽滿的人 這種人通常他都是怎麼樣 很有權力 他是衝勁強大 堅持不懈 像你覺得應該是 不需要嘛 你已經那麼有權力的 但是因為他怕 他的權力會被嚇晃 他怕他權力會沒有了 所以他永遠就是 保持那個緊張的狀態 他一定要怎麼樣 我永遠要保持這個權力的在手 就是把那個權力抓在手 永遠不嚇晃 所以說他到任何地方做事情 都是非常認真 因為怎麼樣 刺斃公斤 什麼都要自己來 每次就是明明就可以給你的下屬去做 他就不會 他就會每次都是走在健全 每次都要看過 這個什麼事情 我都一定要經手過 所以這種人太認真 通常都會太痛苦 所以說有時候你已經很好了 不需要這麼認真 愛自己一下 可是你有一個 你曾經有一個困擾 你很久的毛病 結果後來終於遇到了一個貴人 對 講毛病我們就覺得 我的那個毛病是膝蓋 但大家看得出來 其實我還年輕 我照理來說 我不應該會有膝蓋的問題 而且是蠻嚴重的 但我覺得像老師剛才講到 就是 女座我太追求完美 然後就是我太追求成就感 想讓大家看到我身上的成就感 所以其實我從小是學跳舞的 大概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跳舞 然後到後來 妳媽那麼辛苦 還要供妳去跳舞 我很努力 我那是公立的舞蹈班 我是憑藉自己的實力去考慮 妳是公立舞蹈 所以媽媽不用另外花錢 還是會稍微比一般普通班 再貴一些些 難怪媽媽剩的一百塊 就好心痛啊 才在家裡跳舞 所以我現在很孝順 我媽對 很幸運我媽 對 然後到後來進到這個行業 因為從小就是有學跳舞 基本芭蕾民族 現代或什麼爵士 踢踏各種都有學過 後來參加了一個節目 舞蹈比賽的國標舞 那那時候就太想要去追求 那個名次還有那個 就是把自己壓力 灌在自己身上 然後那時候 在跳的時候每天練習 我大概那時候很 我那時候人生非常的忙 我白天要上課大學 然後要拍戲 然後半夜去練舞 每次練舞的時候 大概都是凌晨 一 兩 兩 三 年 然後練到天亮 然後再可能再去拍戲 然後再去上課這樣子 結果我媽那時候 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妳要不要不要念書了 反正妳現在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是台藝大 然後她就說 反正妳現在念這個 跟妳現在 妳已經進到這個行業了 其實妳要不要 好像就不一定要念完了 對 然後可是我就覺得說 我當初就覺得 我好不容易考到一個 工業大學 然後其實學費還沒很貴 我就ㄍㄧㄥㄥㄥㄥㄥ 說不定就把它念完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大二大三了 就是我就有點ㄍ到一個 那個處女座 很會折磨自己 對 處女座不放弱自己 就那時候去有 參加一個舞蹈節目 就是我太追求完美 和想要做到最好最好 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斷地練舞 練到有一天膝蓋爆了 然後我就是臼傷復發 我的臼傷復發 後來就給醫生檢查 才發現我膝蓋裡面積水了 然後 積水了 對 然後它裡面其實是 我知道我的膝蓋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問題 是天氣如果變冷 或是潮濕 我的膝蓋就會有點 就是有點痛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那不是痛風嗎 就是 緊緊 痠痠 而且就是膝蓋裡面 肚蓋戈 穿護膝 你也是嗎 我運動也一定要穿耶 什麼歐利桑 有 當然是你公園的 不同的品牌喔 對 而且 真的耶 我運動也一定要穿著 因為後來我嚴重到是 我包括就是 跑步更不用說 跑步我跑大概五分鐘 我會覺得痛到是我 像我必須得好像 除拐障這樣走路一樣 然後走路快走 天啊 快走也是不行 就快走的時候也會覺得 就是膝蓋受不了了 然後後來就是 就一直覺得說天 我不知道什麼問題嘛 去看了很多間那種小診所 我也去抽水了 各種做法 電療 熱敷 抽水 拔罐 打葡萄糖 什麼都做了 可是其實我 就是做了大概一兩年下來 我覺得沒有什麼 太大的改變耶 我還是不太能運動 然後就是只有當下 可能熱敷完就覺得 好像比較舒服一點而已 對 然後後來就碰到 就是我之前 最近接了一部戲 然後裡面有一場戲 我要拚命地追趕 人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後來我真的跑不動 我是痛到在地上 然後跟他說 導演我真的動不了 我現在真的不行 就是我現在連站起來 走路都有問題的那一種 然後看到劇組裡面 有一個人的很熱心 跟我說他的親戚是 林口長庚大學的骨科權威 然後要我 他就介紹我 去那邊看一下 後來就做了很精密的檢查 那一些X光 然後各個角度 這邊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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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超多的 才發現我的左邊的膝蓋 已經開始退化了 你才幾歲 退化性關節也 太扯了 而且我是帶著我媽媽 一起去看了 因為我媽媽年紀大了 所以膝蓋也不好 我想說我剛好要看骨科 我就帶著我媽媽一起去看 結果我們兩個X光的 結果出來是一樣的 醫生先看我媽說 你膝蓋退化 你那個關節炎怎樣 要注意喔 然後醫生看到我之後 一看到我的骨頭 你膝蓋怎麼也退化了 你的狀況怎麼跟你媽一樣 你才幾歲啊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應該說 應該跟你姐姐一樣吧 變成同年齡的 對 可是因為我右邊的是 完全沒事 怎麼動啊 怎麼動沒事 就是年輕人的膝蓋 可是我左邊的骨頭 它是整個開了 它是現在的狀況 是跟我媽媽一樣 然後所以醫生幫我 做了一些治療 然後還有叫我每天在家裡 一定要做的一些復健 一直 我覺得 這幾個月都要好好做 然後一直到現在才發現 我可以 我可以運動了耶 我之前有去打拳 去跑步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膝蓋好像真的 改善很多耶 但我說真的太拚 去做一件事情 然後讓我膝蓋保健 就是醫生 就比如說我在家裡 最簡單的就是 我看電視 然後有時候 醫生要我這樣子動 就是我一直去動我的膝蓋 然後有時候會 拉一個彈力帶 對 它就是 就是我可能怕痛 然後在家就不動 怕痛就不動了 所以導致它越來越不動 越來越不動 它就開 就是膝蓋就快慢慢退化了 對 所以我不知道 就原來就是 我以為不動 可能讓它修復 結果不是 所以醫生要我在家裡 一直最最最最最簡單 就是要一直逼自己動 對 一直要動 它就是這樣 然後你一定要打直到 你正中跟人家不一樣喔 這樣 我以為是受傷 結果後來發現是退化了 好慘喔 我現在才幾歲啊 真的喔 真的要注意 我們這個腳保護 要再好 妳是怎麼樣 妳拔倒嗎 我不是拔倒 就是 我做瑜伽什麼都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 裡面 現在尤其冬天天氣冷 就緊緊 痠痠 然後沒爛這樣子 會 然後要蹲下去起來 都要這樣 如琳哥你會不會也退化 對 我去看了 因為妳的症狀跟我一模一樣 他太閒了 因為妳剛剛根本沒有上榜 妳做事根本不認真 妳有沒有像我們去 釣鋼師去撞到樹的 那個整個骨盤都歪了 可是我們 追劇也會退化喔 追劇很認真啦 好啦 妳慢慢拉啦